- 鼓咪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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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我是VOLT - 我們今天要Kamen - 來各位我們今天要來久久沒有介紹的Kamen Rider - 復起系列好不好 - 我也要幫它平反一下 - 我知道大家都講Ghosto這部劇不好看 - 還真的是不好看 但是我要正面正宗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編劇我自己覺得 像他寫短劇 攻守前面1到12集其實是蠻好看的 如果把這12集延長到50集 感覺有點炸開 但是我要先說 這個富奇他的外傳 超好看 所以這是我要平凡一個點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編劇他寫短片很讚 真的是很優 富奇外傳篇直接屌打本傳 真是好看到嚇死人 所以我還是祈禱 勝任可以有一個好的結局好不好 加油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 COMMENT LINE的 SPECTR 開玩笑 SPECTR 有夠帥 算是我GOSW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OK嗎 然後呢 我們今天除了介紹這一顆 基本的這個眼魂之外呢 還有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 基本上這四顆 還有再加一顆愛迪神 就是他前期常用的一些戰力 OK嗎 我們今天就一致 幫大家開到爽 全部開啟 更強的強化型呢 我們留到強化型呢 片段幫大家介紹 OK嗎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個個幫大家介紹一下 好 各位 這一顆就是我們SPECTR 專用的一個眼魂好嗎 這一顆的訂閱的話 基本上就類似像我們的 OLE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買的版本的話是屬於DX版本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是會反光的 然後切子是會反光 除此之外 基本上跟SGP版 完全沒差 基本上這型號是屬於一階 剛拿出來的 基本上都長這樣 因為呢 基本上它就會眼魂嘛 你會發現它裡面是有一個瞳孔存在的 發現旁邊是有點恐怖就是啊 然後呢 基本上壓低一下 就會進入SPECTR的一個S 本來它名字叫SPECTR嘛 所以呢它基本上是S做一個代號 然後我們再壓第二下 欸 有沒有 這樣就跑出我們SPECTR 我們稍微經理給大家看一下 長的跟我們GOSO不太一樣 GOSO我個人覺得是屬於比較溫和 然後在看起來就比較屬於兇狠一些 我發現 它眼睛啊 部分線條都是屬於比較尖銳的那種線條 這代GOSO他們的皮刀設計 本身都是屬於布置的 是屬於非常少見的那種皮刀設計 辨別方式的話 就像是著重於臉部的一個細眼 然後身體的話才有比較素的一個設計 然後第三下 然後再來就是它專用的那個必殺技KICK 然後呢 第四下 然後就會跑歪這樣子OK嗎 所以基本上它一共就是 這個臉 這個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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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四種做個循環 然後 再壓死它是只有這個聲音 並沒有任何電動聲 跟大家講解一下 來各位 我們講究完DQ 我們馬上就來一個 Hand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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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成歌 不是投身分離的那個成歌 它的變成真的是太中二了 哈哈 因為它竟然是壓一下 然後就放掉 然後就 Ping 然後就自己掉在腰帶裡面 Ping 然後這樣子 Handshin 然後 Piu 這樣子就變成 雖然很帥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 放在身上玩會比較好好嗎 因為像我這樣玩超累 這一段我只要快拍了20分鐘 哈哈 但是不能不說它變成還是非常非常之帥 好不好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它變成動作 玩起來爽快度 又上一層樓 然後我先說一點喔 因為我發現 其他的台子跟Ghosto就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稍微改了一些詞 然後跟它的吊吊稍微再改了一些 我不太不行喔 我們直接聽一次好了 我看一下 Handshin Kai ga Spectro Ready go Caku Go Toki Toki Go Ghosto 有什麼 你就是採用完全藍色的一個風格 因為本身Spectro主演的時候就是藍色 它一樣有 Ready go Kaku Go 其實如果我真的不查台頭 其實我還真的是 沒有發現它的台子跟Ghosto一樣 Ghosto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基本上你這邊可以看到它的型態 它的臉大概是長怎樣 稍微再玩一下它的一個必殺技 Dai Kai ga Spectro Omega Drive 嗯差不多這樣 它有一個召喚眼球的必殺 大海岸 大海岸 Spectro Omega 好 好啦 這差不多就是我們Spectro的一個變身 然後包含它全部系列的一個必殺技 其實它最主要的攻擊手段 還是以它那把槍為主啊 那把槍我們留到下面再介紹 好不好 因為有一個Ghosto的情況 應該屬於絕大多數人 可能知道它爛 但是可能不知道它的距離在演什麼 所以呢 我還稍微幫大家介紹 誰是我們的成哥好不好 我們的成哥 就是一個 Mekong Siskong 他會跟我們男主要搶奪眼魂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想要復活他的妹妹 1到12集的話 就是在演這個過程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去看Ghosto 1到12集 非常非常之好看 然後呢 復活之後呢 成哥一樣再繼續被虐 因為他對付的對象是自己的克隆體 只要每擊敗一個克隆體 他的狀況就越來越差 到他的番外篇後來才知道自己就是個克隆人 原來是別人製造出來的 可以適應眼魔世界的一個強化人 非常非常之慘的一個人啊 比主角那個想要付我自己的理哦 哦 這個才可以稱之為主角 OK嗎 非常非常之淒慘 好 我們快速接到我們的Specta 跟我們成哥的聲勢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幫他來玩他下一個型態 編號11號 圖坦卡門魂 OK嗎 非常非常之難念 這裡面就是技術者 埃及王圖坦卡門的一個靈魂存在 那因為我這是屬於DX版 所以貼索會亮 然後上面的話是我們的圖坦卡門的一個臉 然後他變化的話是我們的11號 按D下 有沒有 他就會變成11號 然後我們再按第二下 就會跑出圖坦卡門形態的一個臉部 我個人覺得有點像蛇的感覺 先讓埃及啊 就是牽扯到一些什麼蛇 人面獅身 阿努比斯啊 狐狼神之類的一個東西 再按一下 他的招式啊 基本上是他配合他那把槍 然後呢 他會變成我們的鐮刀形態 所以基本上這邊圖坦的話是我們的鐮刀 再回來就變我們的眼睛形態 我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哦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稍微讓一圈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麻煩進行一個 HAND SHIN 這樣就變成成我們的SPECTAR 圖坦卡門魂 埃及王嘛 所以呢 他就像音效所有都非常非常埃及的感覺 然後他的武器片子來跟大家介紹 這邊就有我們一個圖坦卡門的一個臉 然後我們上完他的必殺技 OK 這差不多就是這個形態的一個必殺技 這顆應該是大家最愛的啊 姓長魂 他的編號的話是我們12號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姓長就像他在很多遊戲裡面 他武器常常火炮強類 所以就像他這邊也是用雙槍作為他臉的一個LOGO 我個人覺得他蠻帥的 他第一下啊 他的編號12號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姓長魂的臉 喔他臉很帥耶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必殺技 因為他是使用槍 必殺技的LOGO啊也是使用槍 然後再來現在就變回我們原本的一個眼魂形態 所以基本上他的一輪就是差不多長這樣 他這邊的靈魂的話就是記述著我們姓長的一個靈魂 那我們現在就麻煩進行一個 HAND 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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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SPECTTA的一個姿田信長TAMASI 的一個形態 姿田信長的臉 然後就是兩個火槍要擺出一個X 我們再來測試他必殺技 XDDD 玩必殺技還是要配槍玩會比較好玩 當玩這個就跟必殺技的音效都一樣 好我們下一位 再來最後一個眼魂 這顆眼魂的DX版本非常的稀有好不好 我也沒有 這顆眼魂最白色的點是 他是配我們的機車一起發送 機車這種東西啦都是屬於比較少人會買 今年算是買氣比較好 啊那一年的話基本上比較少人買 所以它的DX版本市售流通率非常非常之低 我手上的話也是SG版本 所以就不好意思了 然後這個眼紋的話是我們的 胡迪尼魂 這邊的話就一個胡迪尼的一個形象 OK嗎? 兩個鎖鏈 我先稍微說明一下為什麼胡迪尼 它的臉是一個鎖鏈 它技術的英靈的話是我們的魔術師 胡迪尼 它最拿手的話就是我們的逃脫魔術 OK嗎? 所以基本上它這邊臉部才使用兩個鐵鏈 這是它的眼紋形態 來我們壓低一下 它標號是我們的13號 然後呢 再來就是胡迪尼的一個點 基本上就是兩個鎖鏈 然後我們再按一下 它的必殺計畫也是直接以它的鎖鏈作為一個形象 然後再繪製成必殺圖一樣這樣子 其實DX版跟SG壓起來我個人覺得都是沒什麼差的啦 相交人之後我們下馬來騎騎個 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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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ta搭配我們逃脫大師 胡迪尼 Thomasie的一個形態 我們應該要看Specta現在的臉部 基本上就是一個叉叉的一個鎖鏈 聽一下胡迪尼的必殺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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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發現很嚴重的問題 雖然我們現在是SPECTR的一個Edison形態 但是它的代金的話並不是使用SPECTR代金 而是使用GOSO代金 這算是小小的一個缺失啦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 它這個眼魂所有的這種配音啊 就讓它全部都是固定好 就是說猜我哪個眼魂就是誰的配音 不會因為你GOSO用了信長魂之後呢 配音會不一樣 算是一個非常可惜的地方好不好 GOSO應該算是近起來最不可能出CSM 然後加上它本身要在完成度其實算是非常蠻高 基本上所有眼魂的內容音效全部都收入了 除了劇場版那100個眼魂之外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大家去看它劇場版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好 所以一道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大家下期待 拜拜 拜拜